好 看一下啊 那么刚刚给大家说这个后台管理相关内容呢 都是我们这个列表页上面的啊 列表页上面 当你点击某一个数据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广 我搜一下这个广州啊 我们一搜索这个广州 出来的广州 我一点击的时候 它就到达它的这样一个编辑的页面啊 那么这个编辑页面上呢 还有一些选项啊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 你比如说这里面 现在呢 这个页面上在显示的时候呢 是这个标题在上对吧 apparent在下啊 假如说你要呢 让他们俩调换一下这个顺序怎么做啊 这里面在你的admin里面 有一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呢叫做fuse啊 叫fuse 然后呢你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指定了啊 然后这里面比如说 我就写上一个这个apparent的啊 先写上apparent的 然后下面呢再写一个atitle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直接在这边还做一个刷新 你就会发现这个apparent呢 跑到上面去了啊 然后呢标题呢 跑到下面来了啊 跑到下面来了 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编辑页的第一个 叫fuse啊 是显示这个字段的顺序啊 那么下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说的啊 分组的显示啊 什么叫分组的显示 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atitle 把它放到一个组里面 对吧 给它起一个组标题 叫做基本 下面这个apparent呢 我给它再放到一个组 给它起一个标题呢 叫做高级 啊 这个怎么做啊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通过一个叫做 fuel的size啊 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么它呢 你给它指定一个原主 原主里面呢 每一个元素呢 又是一个原主 第一个呢 是这个组的标题 第二个呢 是这个组里面 包括哪些字段啊 包括哪些字段 好 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你在这边 注意 这个fuel的size啊 它俩你只能用一个啊 你只能用一个 二者选一 我用它 我就不能用它啊 我们把这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 叫做fuel的size 好 原主 原主这边 每一个元素 又是个原主 前面呢 是这个组的标题 比如叫基板 后面呢 这个元素呢 后面是个字典 字典的件的名字呢 叫做fuel的啊 通过它来指定 这个组里面 包括哪些字段 比如说我要让它 包括这个 标题 我就写上一个 title啊 那么下面呢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前面是组标题 写上一个高级 后面呢 也是字典 写上一个叫做fuel的 fuel的里面呢 指定这个组里面 有哪些字段 有一个 apparent啊 我就在这边 apparent的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做一个刷新 好 你刷新 这个基本 高级 它就有这个组的标题啊 这是我们说 把它来一个组 然后啊 下面我要给大家说的呢 这个呢 就 这里面是我的广州市 对吧 跟我广州市的 关联的这个下级的地区 我想把它在页面下方 显示出来怎么做啊 怎么做 就显示出 在这个页面下方 显示出广州市的下级地区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下面给大家说的 是一个关联对象啊 就是在一对多的关系中 你可以在一端的这个编辑页面呢 去编辑这个多端的对象 那么它的嵌入方式呢 包括两种啊 一种呢 是表格 另外一种呢 是块的形式啊 块的形式 那么 这个呢 怎么做啊 比如说我们先给大家 以这个块的形式啊 去做一个嵌入 那么这个你需要定一个类啊 让这个类呢 继承一个 的面点 static的 以内 这代表就是块的嵌入的方式啊 嵌入的方式 好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个的面里面 我要定一个类啊 这个类呢 就到 好 这个类啊 class 我们就到 error static的啊 static的 以内 好 那么这个类呢 你要继承一个 the mean点 static的 以内 好 那么然后在这里面 你要写什么呢 这个里面有个属性的model啊 这个model呢 你要写这个 多类的名字啊 这个model是写啊 多类的 写多类的名字啊 写多类的名字 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类的吧 error info 既是多类 又是一类 所以我就在那边直接写一个error info啊 OK 然后啊 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呢 是在干嘛 那在这个啊 在这个一类的管理 一类对应的管理类里面啊 定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叫做inlance inlance里面呢 是一个列表 值呢 是一个列表 你就写上这个 你定义的这个类的名字啊 我们就写上一个error static的inlance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呢 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刷新 OK 你就会发现啊 在这个页面下方 已经嵌入了这个广州市的下级地区的信息 这些都是广州市的下级地区啊 都是广州市的下级地区啊 它的每一个区域啊 那么 然后你看到后面还给你多了这个三个控行啊 你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添加啊 进行个添加 你也可以在这边呢进行一个编辑啊 那么假如说你要控制这个控行有几个对吧 哎 默认是三个啊 我要控制它有两个怎么做啊 就在上面这个类里面继续啊 定一个处境就知道 AX2 等于2 然后在这里面哎 直接呢 刷新啊 这里面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他没反应过来 看到没 哎就变成两个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 哎 块的嵌入方式啊 还有一种方式呢 叫做表格的嵌入方式啊 这个表格的嵌入方式呢 你要继承这个 Tuber inline啊 哎 他他俩的嵌入数据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格式不同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定一个叫class error Tuber inline啊 那么继承一个admin啊 这个是继承一个admin点 Tuber inline 然后里面也是一样写 model呢 写多类的名字 error info AX2呢 哎 控制 它给你留几个空白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我在这里面呢 我不用它了 哎 我们用这个表格的嵌入方式啊 inline 也是啊 inline等于这个error Tuber inline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你在这边呢 去做一个刷新啊 刷新 刷新 好 你注意 哎 这里面看到啊 区域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页面上的格式不一样 哎 这就是它的两种啊 嵌入的在一端的这个编辑页面上 去编辑多多的对象 你可以呢 使用这个嵌入的方式啊 让它能显示它的 哎 多端对应的一个信息 你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编辑啊 进行一个编辑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编辑页的一些选项啊 编辑页的一些选项 好 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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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